越南的米紫披薩 满满的海鲜味 然后加上猪肉的嚼劲 加上蔬菜的甜味 所以有口感 又有香气 今天这个调味盒很漂亮 好 不能拿起来 会露出其他师傅的照片 Hello 大家好 我是Titan 邱永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料理 算是一个比较国民的美食 在越南的街边 都可以看得到 不过它有一点 意大利的披薩的感觉 所以它称之为 越南的米紫披薩 其实米紫现在真的是蛮好买的 在大卖场 或者是你去那种越南店啊 而且重点是非常的便宜 然后又好保存 那我们今天的话 我们就是利用它 直接整片 下去做成这个米紫披薩 我自己再多加一点点食材下去 平常的话 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料 好 来教大家怎么做 刚开始加点油下来 我们来爆香这个樱花虾 以我的了解 正常的话他们是用开洋 就是虾米 去爆香去炒 我觉得都可以 不过樱花虾的香气是不太一样 然后脆度也会不太一样 稍微拌炒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油的颜色都变了 我们就会用这个虾油 来做后面的料理 那这边的樱花虾 我们就要把它给爆到有一点点干 这样吃起来脆度会比较好 就把它给弄到我们的纸上面 这时候我就把温度稍微开到中火 不用开到最大 绞肉放进来 好 我们的绞肉炒香 我这个肉是不是也很讨厌锅子的这样子 你会沾的话是下去就整个很 对对 沾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家里面做菜还是用不沾锅比较方便 这时候我会带一点点的香菜 不用多让这边的味道有出来就好 一点点葱 海鲜的熟化速度都很快 所以你看这虾子 其实颜色差不多上来了 这时候加上烧鸡酱 然后记得这个地方 一个小小的重点就是一定要把它炒干 不要有太多的水分 好 我们来调味一下 今天这个调味盒很漂亮 哦 不能拿起来 那个 会露出其他师傅的照片 这边出来就好了 后面是谁 不重要 调味加一点点胡椒 糖 好 我们就可以来做披萨了 这时候就把越南米纸放进来 然后刚炒好的料 这时候把它铺上去 不要太贪心啦 我觉得够就好 不用铺到超级满这样子 不过就是你一定要均匀的把它给铺开 不然有可能吃到哪一块的时候 没有料就有点可惜了 这时候我们把蛋加下来 利用这个蛋把它给黏住 把这个蛋稍微铺开 这时候我们就盖个盖子 盖盖子让它小火煎个两分钟 好 少等一下 大概两到三分钟 可以啦 我们来铺上一些些高丽菜丝 这时候我用这个 赤拉插1加上美海滋5 做成一个沙拉酱 然后最后我们撒上一点点香菜 一些些的葱花 一些些的樱花虾 好 这时候我们就把它给拿出来就可以啦 这个我个人很爱吃 好吃 真的很好吃 满满的海鲜味 然后加上猪肉的嚼劲 整个味道融合在一起 加上蔬菜的甜味 所以有口感 又有香气 很融洽 再来是你看它的形状 就真的很像一个披萨 一般他们会做成像这样 就是对半 那今天就教你们大家 在做这个 越南的米纸披萨 希望你会喜欢 各位再见啦 拜拜 拜拜